我们在这节课继续来学习陆诸独一 在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什么是Islam 你是一个穆斯林吗 你会回答我是一个穆斯林 但什么是Islam呢 你怎样成为一个穆斯林呢 我们必须要学习什么是Islam Islam是对阿拉完全的服从 Islam是对阿拉完全的服从 而且这种服从是在贯彻附陶黑的 我们上节课已经学习了什么叫陶黑的 我们在执行贯彻附陶黑的时候 要以服从按拉来执行 有些人你对他说要礼拜 比如我们要乘礼拜 他有可能会说我不礼拜 他是一个穆斯林 他会说我是一个穆斯林 但是做一个穆斯林必须要服从阿拉 也就是必须要礼拜 还有一些人他们和非穆斯林在一起 这样的人分成三种 有一些人他们去论杀无辜 以及偷窃以及犯一些罪行 他们有一些人和穆斯林们在一起 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就是一个穆斯林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走在中正的道路上 他们否定那些罪恶的行为 他们不参与那些罪恶的行为 他们不参与那些罪恶的行为 比如杀戮、偷窃等等 我们与他们进行买卖 我们宣传阿拉的 同时我们不应当和他们 参与他们的一些犯罪的行为 这就是正确的和非穆斯林的交往 也就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买卖 但是不可以和他们参与那些罪恶的行为 所以一个穆斯林应当和非穆斯林区分开来 这就是伊斯兰 通过尊崇拜阿拉来完全地服从阿拉 通过顺从阿拉来做服从阿拉的行为 正确的和非穆斯林以及和非穆斯林交往 包括其他宗教的人正确的和他们交往 关于宗教的几个层次是什么呢 宗教这里总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 我们的宗教分为三个层次 或者我们说三个等级 我们通常说的伊斯兰是第一个等级 比伊斯兰更高一些的等级 也是我们经常知道的词汇叫伊曼 比伊曼更高的等级是伊亚三 这就是我们宗教的三个等级 伊斯兰、伊曼和伊亚三 每一个等级都有它的要素 阿ركان الإسلام خمسة 关于伊斯兰的要素有五条 و阿ركان الإيمان ستة 关于 إيمان的要素有六条 والإحساب ركن واحد 关于 إحسان只有一个要素 这就是我们这些课要学习的 我们学习了关于什么是伊斯兰的解释 والطريقة الصحيح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غير المسلمين ومع الأديان 作为一个穆斯林正确的和非穆斯林进行交往 正确的和其他宗教的人进行交往 ومراتب الدين الثلاثة 以及关于宗教的三个等级 伊斯兰和伊曼 伊斯兰 那عم والله أعلم 安拉至至 بزاك الله 去期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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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nn 天 過去 響 我们 他